Leo了世紀,天天弄個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曲折羅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姆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是妮可夫選擇了曲折羅 那曲折羅的特色是他的文明的開局手 就會有兩個果樹寵 而且他這個馴服的動物可以放到魔防裡面 所以開局通常一村會馬上去蓋下這個魔法 讓你的火雞或是羊 可以產生羊奶或是雞奶 雞蛋 火雞蛋之類的 曲折羅人他的打法會比較偏向騎兵策略 他的騎兵的肉碼還有閃避碼跟騎兵都有品種跟跟蹤技術 但是缺點是沒有三攻的 但是他的額外增傷非常多 尤其是駱駝打騎士特痛痛到炸裂的那種 曲折羅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騎兵路線之外 他的火槍跟弓兵 這個大象弓兵也是比較常出現的 他的大象弓兵只要點下金冠技術 前線衛隊 就會增加4點的防御力 近戰防御4點 這個駱駝也會有 所以曲折羅人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明 但是他的缺點是槍兵不能生氣 所以到中後期如果遇到大量騎兵 你還不能用駱駝解決對手的話 那你就要等著被解決了 曲折羅人整體的打法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阿茲特克人的 Viper的文明特色 Viper的文明特色是他的村民採集的攜帶量 是額外加3的關係 所以在前中後期的經濟採集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阿茲特克人的經濟往往會好一些 很適合打老鷹豹 阿茲特克的城堡時代老鷹豹也是最難防的 因為他的均勻的工作效率還增加了15% 以前是11% 但是又修改回來原本的15% 所以阿茲特克人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步兵阻力 弓兵路線會稍微弱一些 沒有拇指環 所以用起來會稍微弱一些 但是但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情況下 還是會看到阿茲弓兵路線 並不是完全不會出現的 那他的森鋁是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每點一個森鋁科技 都可以讓森鋁的血量加5滴血 到了地獄時代 全部點完 血量直接加了100滴 非常可怕 白血森鋁 就是在講阿茲特克 然後其實在點一下這個龍冠戰爭 也可以讓所有的步兵 增加4點傷害值 非常的多 讓阿茲的老鷹 可以變成8加9老鷹 超級痛 非常講義氣的老鷹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阿茲特克下方的黃金礦 是比較OK點的 這個黃金礦就尷尬了 茲特克的防守重點 可能會圍繞在中間的位置 前方很適合插城堡 但是這邊插城堡 也很容易被對手直接插寶反擊 中間這個位置 誰能搶得下來鎖住 就是這場的關鍵 後面這個主金的位置 雖然還算不錯 但是他的問題 是左右兩邊都沒有木頭 所以要怎麼防守為死 是一大問題 好 那妮可夫這邊呢 是黃金的話 主金在上面 附近的話 一個在前面 一個在左邊 位置看起來算是還行 不會到太差 但是這個位置 也是有點尷尬 你不管在這邊 補個城鎮中心 那對手可能就會在這邊 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一個高地打擊你 你會很難開啟這個黃金礦 所以士兵的妮可夫 還是要找個機會 把這裡插個寶 或是在家裡門口 插個寶防守 可能會更加適合一點 好 那我們目前看到 右上角 這邊 妮可夫用駱駝 刺猴跟勞鷹互打 打贏了對手 因為 刺猴駱駝 到封建時代 會加4點的 會加2點傷害 那他的血量 也會變得更多一些 那妮可夫直接拿出了自己的優勢來 Viper則是選擇了 直接轉槍矛策略 槍矛策略 槍矛策略 在阿拉茲的打法裡面 並不是什麼 一個太有優勢的打法 算是一個被動進攻的 或是防守的一個策略 並不是有太多的折扣在 或是產能的一些優勢這樣 畢竟槍矛策壓這件事情 你的槍兵產能 始終以來 都不是重點 除非你產 搭配一些老鷹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Viper這邊呢 是產了一些老鷹出來了 但是老鷹在封建時代的壓制能力 也不是那麼的強大 就只有4點傷害 甚至還比不贏刺 但是他的優點的是遠防比較高 雖然說遠防高 但是對方只要點下了一擊射的貢兵 還是射穿封建時代的老鷹的 所以老鷹現在是有點面臨尷尬的情況 對方是一個毛兵防守 Viper這邊是毛兵加槍兵 一隻老鷹 老鷹又補了幾隻 那尼可夫這邊是準備要來升時代 那現在Viper的毛兵過多的關係 尼可夫實在是不太能轉弓兵出來 去對應 所以只能毛兵繼續按 然後Viper這邊老鷹 就可能考慮可以多按一些 進行防止的打擊或壓制 但不管怎麼說呢 Viper這邊如果要想去用 封建時代的老鷹壓制對手的話 可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可能還是要到城堡時代 再去點下老鷹 再繼續產老鷹會更好一點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產更多的老鷹 雖然會給對方壓力很大 沒有錯 但是對方也有石牆這個東西 甚至還有房子 不管怎麼圍 他都還是有優勢的 所以我不太建議大家去練這個 強攻 這是這個原因 因為進攻城堡 總是會往往 大於這個 防守成本的這個價格 防守成本真的是很便宜 Viper這邊是選擇了一個 城堡時代升級 尼可夫這邊也升級上去 稍微慢了一點 尼可夫這邊也可以考慮把我轉弓兵 也可以考慮弓兵接閃避馬 的一個打法 那如果沒有接弓兵打閃避馬的話 這裡就應該要補這個馬舅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馬舅能不能補在一個適合的位置 OK這邊非常適合 直接補在了Viper的門面的近距的位置 衝到底人家很快 這個位置我覺得補的不錯 好不管馬舅 那待會就變成戰毛兵 配閃避馬 配駱駝 那駱駝應該是不會出現 因為阿拉茲特克人 應該是 不會有馬這個東西 除非Viper點了救贖思想的生侶 遭降到了尼可夫的馬舅 那就有可能會出駱駝 不能說完全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彈不多 這種感覺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Viper這邊是點下了二級伐木 還有護衛技術 尼可夫這邊是選擇了二級伐木的升級 現在刺口的部分 刺口的部分已經開始來反擊了 還沒有直接死出閃避馬 這個直接打落馬 哇 有人說是相當的神 結果直接蓋了一個寶在門口 欸哪時候挖石頭的沒有注意到啊 哇直接走這個環刃投擲手啊 那環刃投擲手呢 對阿茲特克人來說 那就很難打了 因為環刃投擲手呢 對步兵傷害有4加2點 所以擋老鷹豹來說 除了閃避馬之外呢 還可以靠環刃投擲手 城堡時代的時候去反擊啊 在地獄時代還有火槍可以打 但這個時間點打環刃投擲手 最大問題就是 他的這個造價並不便宜喔 一個環刃投擲手的肉量消失很可怕的 通常是點下的銀罐技術 薩地利之後 再轉型出來會更加適合 但是你可不不這裡管 我就是要打環刃投擲手 雙TC繼續能喔 那二級伐木什麼時候要點也是個問題了 那麥魄要怎麼打環刃投擲手呢 除了僧侶招翔之外 也可以考慮去轉工兵路線了喔 工兵路線的話 打環刃投擲手的傷害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單位沒什麼防衛力 好僧侶這邊稍微離開 老鷹在後面追 神聖思想 可能來不及好就要倒地 Viper這一波 工兵慢慢按 果然還是要轉工兵 結果生物怎麼走到這個地方來 家裡下面為死嗎 沒有 因為這邊是直線距離的關係 結果環刃投擲手直接串爛了大量的老鷹 好這邊想要來個讀口來得及嗎 放下聖物後面招翔一下給個壓力 逼退了對手喔 妮可夫這一波打得很不錯 環刃投擲手直接串爛了9個老鷹 那現在再繼續出老鷹下去的話 會對Viper越來越不利 那如果Viper一旦轉出了工兵加生女的防守路線 那妮可夫這邊也就輕鬆了 我就直接轉閃避嘛 再配上了弱馬 你出什麼我就反制什麼 所以我才會說 斯基帝國是一個真正的轉兵遊戲喔 那我們來看到妮可夫這邊是沒有打算要轉兵 但是已經準備要來前壓城鎮中心了 工程七四招索不在你臉上 這已經算是臉上了 還沒有到非常臉喔 在你的門口 好這邊待會給壓力 Viper現在有點尷尬了 怎麼打呢 哇聖物還沒有撿回來 那阿茲沒撿一個聖物喔 這個加成也是非常可怕 基本上撿到了三個聖物 如同四聖物的效果 每一個聖物都可以獲得額外33%的黃金的加成 單體來說黃金加成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有五聖物的阿茲的話 基本上後期的黃金不太會斷了 而且到了城堡實在的 老鷹爆的黃金壓制力也是蠻猛的 但是問題就是 阿茲特克的老鷹爆 不太好打還刃頭子手 那這一波就要來看一下 迪可夫會不會轉先嗎 來去防守一下環刃頭子手 或是直接用更大量的黃刃頭子手 壓制Viper的老鷹爆 但是弓兵的部分已經慢慢成型了 已經來到了七隻的數量 奴兵的話現在暫時點不下 但現在奴兵的升級蠻便宜的了 不像以前那麼貴 100金就可以點下升級的東西 那現在黃金還是Viper的一大問題 這個腹筋真的沒守住的話就完蛋了 那現在迪可夫直接過來 想要壓寶 直接串掉了 大量弓兵 弓兵直接死光 哇 七隻弓兵只剩下一隻弓兵回家 Viper 這一波失誤了 直接走到臉上 弓兵開架也沒有 也沒有升奴兵 血量直接被秒殺 這一波還人頭子手 解不掉 那通常還可以選擇 投車或奴炮 去打這個單位 但這個單位的傷害技 雖然是近戰傷害 並不是弓箭手傷害值 所以打起來會特別痛打工程器 所以走位走得好 還人頭子手的話 是一個很難解的單位 Viper這邊想要直接升 帝王十代 但是現在石頭被控住 也沒有城堡可以挖 那這邊升帝王十代用意 應該是想要去把生旅科技 再點上去 點個印刷技術 還有這個神權政治 啟示思想 這些科技都點一點 更好著想 但是這邊好像是想要轉個工兵 欸 風腿路轉 生旅路線 打算放棄 直接走強奴 阿茲強奴 那如果走工兵路線的話 不走生旅路線 那這些投石車該怎麼辦呢 可能還是要靠老鷹喔 如果不靠生旅的話 還要點這個救褲思想 投資的東西會有點多 我個人覺得 投資生旅線是會比較 一個 好解 目前這個搭配組的來看 Viper走生旅線會比較好打 好 那尼可夫這一波還了投資手 已經落掉了Viper大半的經濟喔 經濟現在是很差很差的狀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尼可夫這兵技還是落後於Viper Viper的制約量領先了2000 尼可夫直接把寶插在你的臉上了 這一次是真的插在臉上了 那這一波怎麼辦呢 現在工兵雖然能稍微打回去 但是投資車沒辦法 好那我們這邊回到主經的位置 把這個經給空住 把石頭給挖出來 看能不能插下一個城堡 然後開始往這個城堡進攻 劇情投資機趕快按 那在裏Viper的重點就是 要大量採黃金跟石頭 木頭跟食物在這個階段來說 並不是那麼重要 只要採個少許 能夠用就行了 現在食物也不是那麼的缺 好那這邊有轉了一個 生旅科技救贖思想 那現在就可以來招強工程器械了 呃 尼可夫現在是4TC 結果投射一發砸死 哇這個 勝率死的並不遠 這邊是高打低 打死了 好上方又有一波環樂投資手 想要來對打 但是這邊 Viper的弓兵 散的有夠開環樂投資手 打不出優勢 直接倒了1234567 七個環樂投資手 還是8個 七八個 導的數量有點多 好 尼可夫這邊看到Viper升到了帝王時代 選擇了戰毛兵先擋一下 但是現在這兩根城堡 已經給Viper到了非常大的壓力 下面這根城堡 也成功控住了兩塊附金 這兩塊金都被尼可夫控制的狀態 尼可夫現在只要穩穩農上去 只要能守得住的話 對於後面的發展來說 對他十分有利 但是現在生女的部分 還是有三個聖物在的關係 所以黃金並沒有完全斷掉 黃金的部分 可能主經挖完還可以再撐一下 右邊的野精 趕快去找一下 Viper這邊再找野精了 應該是有看到吧 這邊有視野 結果是來挖木頭 因為木頭已經沒了 沒有辦法正常的挖了 Viper在前面補了一個城堡 在上面的位置有兩隻老鷹 想要騷擾 馬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稍微擋一下 Viper的老鷹趕快拉走 看到城堡了 跑車趴一下 生女 沒有再過來幫忙 招翔投死器 招死器抓了一發 四村倒地 Viper這一波村民倒的有點多 不只四村 六村也倒光了 現在妮可夫的村民處已經領先了Viper 大約50隻的村民嗎 差不多 差不多 Viper這邊老鷹已經點下 現在老鷹在後面 偷偷打掉投死車 有機會搞定了 反而投死車還在拉打 現在攻兵的部分開始往前點 Viper的控兵還是不錯 這個城堡又可以回來 結果一個拉回去 還是被砸到了插邊球 但是這個老鷹不怕你城堡 也要把你的頭車給拿掉 這一波交換之後 Viper村民處下降的很快 但資源量還是領先 還是領先 這真的說是阿茲特克的經濟奇蹟 經濟奇蹟 現在這個資源量連手推車都有 但妮可夫這邊村民處雖然很多 卻忘記點下輪走跟手推車 所以經濟一直沒有大火的起色 那這一點妮可夫可能要趕快 去轉出經濟科技採血 那Viper的現在的部隊 其實也沒那麼龐大 我覺得是不用去過度反應這件事情的 好 那Viper這邊是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那二級步兵鎧甲 點了之後 看起來還是有意 想要走老鷹的路線 畢竟這個單位 還是南美的命脈單位 沒有了老鷹 就沒有南美文明 阿斯特克瑪雅運家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Viper 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科技一路慢慢升級上去 巨型頭司機第二台也出來了 這個黃金應該能拿回來 那下面這塊黃金 對手妮可夫並沒有踩太多 大概踩了一些之後 跑去後面踩石頭 那現在家裡有點被貫穿了 老鷹加上奴賓直接生路進來 現在家裡的單位並不多 如果繼續走環刃頭子走的話 機動性不夠 而且很容易會被對方的工兵 給反制回去 甚至生旅 所以這邊是果斷選擇了 露馬 不是露馬 這個閃避馬 去做出一個決策 獨立決策 那這個數量的話 應該是可以直接手刃這些工兵才對的 這邊趕快出發一下 但是第一個目標 並不是想要打工兵 要是先往前走 看一下你的正面部隊有什麼 看到確認了 你的正面都是老鷹 尼可夫這邊 打老鷹的話 可以考慮走火槍路線 或是環刃頭子手 現在還在城堡時代 火槍的話就不太可能可以用了 所以這邊還是得靠環刃頭子手出籃 那現在帝王打城堡的Viper 部隊量並沒有明顯的拉伸起來 但是很關鍵的科技 精銳英勇士已經點完了 待會再去補下攻擊力 那這個老鷹就會非常可怕了 現在Viper也在努力的把自己的經濟給拉起來 補下了額外的城鎮中心3TC 繼續農 尼可夫則是來到了5TC 被拆掉了一個 現在剩下4TC 繼續農 現在Viper城堡時代 已經度過了最難受的時期 帝王時代阿茲特克的老鷹爆 又開始成型了嗎 直接收掉 那現在尼可夫 尷尬了 現在閃避馬過來 還被僧侶給招翔走 這裡再蓋根城堡 一蓋了起來 但村民被抓掉了幾隻 Viper再往前繼續走 繼續走 老鷹的現在傷害是9點傷害 打村民的話是需要5點傷害值的 要打5下才能打得完 第一隻村民 3台巨型托斯基 還是工程 Viper的第4台 在後面 好像沒有來到前方 而是選擇了往下 開始嘗試解決掉這根城堡 尼可夫現在則是 Viper的黃金挖得很開心 但Viper的勞鷹一直有在農田裡面到處騷擾 右邊的礦也被騷擾 封邊的部分直接守在了巨型托斯基的旁邊 尼可夫這一波想要打贏的話 閃避馬 跟還人投資手的數量一定要夠多 猜信喔 只能說尼可夫這一波 浓的是有點浓過頭 TC開的是真的多 那田傻的是過多 這一波老鷹直接衝進來 還人投資手直接反殺了回去 老鷹對於還人投資手傷害完全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閃避馬直接打破了這個進攻 Viper的三台巨型托斯基也要被拿下 這一坨至少損失了 快要兩千斤了吧 兩千斤直接蒸發 Viper這一波的攻勢沒有停止 老鷹開始去解掉你修寶村民 村民一隻一隻的倒地 兩邊的村民術稍微平衡一下 但是可以看到兩邊的支援量 還是Viper依舊領先 大概只是領先了200支援吧 但是領先依舊還是領先的狀態 不管怎麼說 Viper現在的勞鷹 還是可以給到對方很大的壓力 畢竟還是帝王時代的兵種 但是現在二級攻 還有這個龍貫戰爭金貫 要什麼時候點下 這也是一大問題 我是覺得該點的 這個時候不點的話 哪時候點 但是他的龍貫戰爭要750塊黃金 非常貴喔 那好歹也把攻擊力也拉起來一下吧 至少拉到了11點傷害 去騷擾效果也會比較好喔 好那尼可夫這邊 發現自己沒有點耕種技術跟品種 哇那剛剛閃避馬還打得這麼輕鬆 閃避馬在後面抓到了幾隻村民 還是做了一番事情喔 那目前看起來尼可夫現在的打法 還是要偏向於奇兵路線 還有還人投資手作為主力 好那這裏招翔 好那這裏招翔 好白破打突然打了一堆字 可能剛剛有暫停 但是我們這邊是影片 並不是直播 所以我們不用等他們暫停 繼續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的翻譯喔 說不定有人可以在老天室裏面翻譯一下 是留言區翻譯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衝進來 尼可夫 支援量是600多肉 肉現在有點缺 買賣一波準備升帝王時代 好這裏直接上來 閃避馬擋一下 但是這邊還是得靠還刃投資手啊 只靠閃避馬的話有點打不太過 老鷹有點兇 好下方的還刃投資手 在viper家裡一直繞一直繞 但是viper已經沒有在轉攻兵了 反而是全老鷹瘋狂飛 先把你飛死我就贏了 我有機動性的優勢 你的還刃投資手不回家 那你家就要大難零頭了 你只能用閃避馬 跟我正面互換 那以造價成本來說 應該是老鷹比較便宜的 尼可夫這邊還沒有薩蒂莉之前 要怎麼換都是有點虧的 甚至這個兵力 是有點打不太贏的狀況 反而投資手在家裡 一定要採更多才行 好那現在老鷹已經鬧到了 非常多的資源點 尼可夫的資源率數下降得很快 viper已經領先了2000資源 好拉了三隻老鷹加兩隻攻兵 稍微過來打打看 能不能把這些 還刃投資手給打回去 那目前看起來 viper已經順利點下了龍貫戰爭 待會再補個三攻 8加9老鷹就要誕生了 好這邊還刃投資手 直接一個手刃 後方蓋城牆的村民 那現在前方的工兵 稍微出來擋一下 有三級射 蠻痛的 但是沒有化學 所以工兵單位還是要射得久一點 但是還了投資手 還是有11隻的順量 還是可以造成 足夠多的影響力 影響人一直在這裡 viper一定要去解一下 所以目前尼可夫家裡的經濟狀況 稍微有點慢慢好轉 那viper的經濟依舊還是太軌 資源越拉越開 來到了4000資源 家裡的這個問題解完之後 viper只要把這個附金再拿回來 上面這個附金已經拿回來了 把自己的金礦給帶回來 那待會尼可夫就有點難受了 再會有非常非常多的老鷹 繼續補強弩或是軍銀 哇 這個真的是打不贏 哇 這個數量會有點多 而且尼可夫的臭名處下降的有點誇張 剛剛是140吋 現在只剩下103吋左右 那目前viper是點下了三攻之後 待會傷害就來到了9加8 那我覺得8加9是比較好近一點的 來了 化學也點了 viper該點的都點了 只差一個強弩了 還有這個工兵鎧甲 但我覺得工兵鎧甲點不點其實蠻無所謂的 但是有點的話 生存能力一定是會比較好一些的 畢竟工兵要的是你的傷害跟射程 你的射程控得好 基本上是不太需要用到防護力的 那viper這邊除了轉出工兵的鎧甲之外 還轉出了戰毛兵跟重裝長槍兵 看來是要來一個死客對決了 因為viper可能有意識到自己的黃金數量 可能所剩不多 這裡剩2400 這邊剩1500 我總看覺得還是蠻多的 感覺是用不到垃圾兵 而且自己還有4生物 這個如同5生物的黃金加成 怎麼輸 好 好尼克夫這邊是點下了馬鎧 三級馬鎧 好這邊大肉馬很難升上去 還需要500多肉 500肉600斤 現在肉已經全部投資在了清奇兵的身上 馬鎧硬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黃金的現在的市場價格 這個肉的市場價格是多少 好看一下白殼 喔這邊 肉現在賣100可以換82塊黃金 現在肉還是非常非常貴的 好尼克夫這邊已經大量開始了 新開拓自己的農田 所以現在農田數量開始穩定起來 待會應該也是有機會可以點下大肉馬的升級 好 但是viper又來一步的進攻了 這一波進攻 開始努力修城堡 城堡只有200石頭的這個扣打 可以去修理 好尼克夫點下大肉馬的升級 viper來到137村對127村 兩邊的村民差距5村左右 但是viper的經濟已經領先了8000 沒有發現大概7500左右的資源量 還是很可怕這個資源 好那現在清奇兵過來 大肉馬升級 還只需要5秒鐘的時間 viper戰毛兵 機有帶 那這個戰毛兵能夠反制的回去後面的環燈投資手嗎 好像可以有點痛 哇環燈投資手被戰毛兵打得很痛 但是攻速不夠快 第一時間環燈投資手 還是解決掉了大量的步兵 但正面的大肉馬也被槍兵戳到頭破血流 這一波viper直接戳了回去 完全沒有任何懸念 而且這個不用升大槍兵的關係 所以傷害 已經12點傷害了 直接拿來用相當的方便 而且我的步兵鎧甲 剛剛老鷹已經升好了 槍兵也可以直接戳 哇這個傷害值跟一個騎士沒什麼兩樣 阿茲特克的長槍兵 絕對不能忽視的 可以看到viper的黃金量 果然是不太炫耀到垃圾兵的 你繼續按黃金兵 強弩 老鷹 這個射箭場均勻多補一點 應該A就完事了 尼卡夫這邊的經濟反而是來到了極限 只剩下1000塊的庫存 這裡的洛馬成功的打回去一些戰毛兵 但是下方機已經爆開了 洛馬完全擋不住這邊的老鷹跟長槍兵 這裡要一直瘋狂分隊 才有可能打得一 但這一波尼卡夫可以順利拿下viper的兩個巨型投資機 那後面的層次東西已經爆開 補了一個新的進塔對防守 viper這邊直接爆了大量的勞鷹 開始要飛起來了 讓阿茲飛起來的時候 通常對手也快不行了 尼卡夫現在經濟已經直線下降 支援損失量差距已經來到12000了 怎麼辦呢 支援差距來到了12000 尼卡夫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一波viper打得很漂亮 明明前起的時候 兩塊黃金都被空了下來 但是在遊戲的中後期 又慢慢的靠著自己的基本功 一點一點一點的慢慢打了回來 這個真的是十分好看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也是越拉越開 本來是落後的情況 但是viper怎麼突然打著打著 突然比你有錢了 然後就一波帶走 一波帶走 經濟的部分是viper拿到了12000的資源勝利 石頭花稍微輸了2000 但是擁有四聖物獲得黃金 4500塊黃金 這是相當可怕的數字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